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很长时间没有带大家到阴曹地府逛一个网了 我们节目开播第一期就是阎王紧接着讲了黑白无常牛头马面 又讲了鬼王钟馗 我们把这条脉络称为地府系的鬼神 一正一邪一鬼一神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地府名神中的餐饮巨头 孟婆 咱们先讲一下大家普遍认知的 人死之后黑白无常 接引亡魂入鬼门关 穿过大雾弥漫 两边盛开彼岸花的黄泉路 彼岸花有花无业 花田一望无际 看起来让人焦躁不安 就火红火红的像鲜血一样的颜色 人在黄泉路上走到疲惫不堪的时候 远远看去一个陈旧巍峨的古城墙 城门上写着封都 现实中真的有封都 在重庆里东172公里的一个县城 进城一看城中大街小巷各种店铺商贩往来不尽 还挺热闹的 路上偶尔也能碰见一些鬼差或者是有熟人打招呼 看一看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吓人 是有一点了无生气和时代混搭 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 各种建筑和人都是一样 封都城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阴间 城门正对着一条大路 大路的尽头就是阎王殿 进了阎王殿 判官细数平生善恶公固 然后宣判六道轮回就该去哪 注意啊 唯独只有轮回人道的需要再出封都城 往另一个方向 玉三生石经奈何桥过梦陀庄 你想那其他的武道为什么不需要过去也见一见梦佛 不给大家一一盘点一下 比方说天道或者阿修罗道轮回后 因为都有神通什么宿命通天隐通 也就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 直接阎王殿飞升过空间到达自己的世界 有一些修行较高的甚至不经地府 直接白日飞升或者往生后有神仙来接眼 畜生道明知因果宿命却有苦不能严 无法交流 恶鬼道 摘除五脏心智 也就是五脏六腑 智商情商全部都被排除了 昏昏恶恶 没有思考的能力 只留下永远填不满的空腹和欲望 喉咙像针尖一样就针尖一样细 肚子又卡入空 只知道找东西吃 吃了东西就变成火炭 在肚子里面就爆炸了 所以为什么道教和佛教都有一种法式 当然这是源自道教的 叫做祭宴口 那个法式我在红法寺做过一次 还挺有意思的 有机会给大家讲一讲 地狱道直接去受刑 心智记忆都在 受刑时让你苦个明白 究竟生前做错了什么 所以只有判官、评判、善恶功果各伴 阎王量刑 再轮回人道地走出阎王殿 当然如果你这个时间还没到 就是亡死的那种 就在封都城过满自己未尽的阳寿 之前我们好像有说过 一般都是120年两个甲子 但还是要看这之间的因果轮回 因为有一些命中注定 比方说就80岁收中正前 那离世就直接轮回人道的话 就直接去了 就不用等那些时间 所以呢 大部分还是要在封都城停留 或者说生活一段日子 所以阳间为什么会给自己离世的亲人烧纸 纸钱、纸屋、纸车 还有什么丫鬟、奴服 好像还有用纸壶那种iPhone的 都烧到阴间的封都城 给自己的先人享用 但不知道有没有WiFi 这些在封都城待购时间的 和从阎王殿直接出来的寿终正请 再由鬼差送出封都城 走到望川河边 有一道蓝光璀璨的三生石 摸一下 脑子里面闪各种画面 几世的姻缘就浮现在脑海 原来我前世是跟他在一起 这一世还是他 下一世还是他 三世姻缘都是同一个人 这个挺好的 当然每一个人情况不一定 接着就上奈何桥 有说奈何桥上的一个茶摊 也有说是奈何桥这边上去 在对岸下来 旁边有一个茅草茶棚 反正都走到这里了 咱也不纠结这一两步 奈何桥上这一世经历 犹如电影的镜头快速流转 也有说是在望湘亭 总之一幕一幕先让你回顾一遍 你自己这一世所有经历的事情 茶摊边上有一个很慈祥的老奶奶 就是传说中的孟婆 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普遍认知 其实不是老奶奶 是一个白发童年的大美女 这个我们一会儿细说 孟婆端着一碗孟婆汤 说来孩子 前尘往事恩怨情愁 从此一笔勾销了 过了奈何桥 喝了孟婆汤 准时投胎重新做人 你说婆婆 这个汤我不能喝 婆婆说 怎么你也有不想忘记的人吗 不是的婆婆 我不吃香菜和葱花 婆婆微微一笑 跟两位鬼差说 把她丢盒里 啊 噗咚 本集完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不喝是不行的 接过孟婆汤 一口饮下 放下来 左右两边看看 眼前空无一人 之前发生过什么都不记得 大脑一片空白 自己还在奇怪 哎呦 这碗是谁 话音未落 突然就被巨大的引力 吸入到一条隧道当中 啊 然后 噗咚 落入水中 被巨浪洪流冲走 然后开始 拼命的游泳 看到身边 有很多长尾巴的小鱼啊 游着游着 啪 脸上忽了一层橡胶薄膜啊 这还不算最倒霉的啊 游着游着 前面一片暗黄色 大家自己脑补啊 好 在以上这些普遍的认知之外啊 我们有一些好奇 或者说疑问啊 今天给大家一一破解一下 首先 三生石是什么啊 一直说啊 三生石 传说呢 上古的女娲 用泥土造人啊 每造一个人之后呢 就从那个泥象中 取一粒沙来计数 那千百万泥象造好啊 噗 一口仙气 这些泥人就活蹦乱跳 各自奔向野外 繁衍生息 这一粒一粒的沙呢 也随着仙气 聚成了一块石头 女娲把石头 立在西天灵河边 就千百年来 受日经月华 逐渐就蓝宫璀璨 慢慢的就有了灵性 突然有一天 一声巨响 这个石头炸裂成三段 若悬若离 就是三段互相不分开 但是中间还都有缝 上大下小就破天而出 女娲呢 就飞天追赶到巨石 用灵符将其锁住 说 你本是造人取杀 汇聚成石 如今既已受日月之经 有了灵性 我再赐你法力 三声诀 让你做个 因缘轮回的神位 但是你身上魔性未处 就只能把你封印在 往生界的望川河边 为有情的轮回男女 诉说 前生 今生 来生 三声之因缘 我们走过去 闭目 用手一摸 就明白 跟我们最爱的人 究竟是怎么样的素实情愿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 一个人一眼看上去就很喜欢 觉得很熟悉 很亲近 因为三声时曾经告诉过自己 这一世的姻缘 我要娶的老婆 或者我要嫁的老公 到底是谁 有一点点这样的记忆 不能说记忆了 因为喝了梦婆汤之后 没有这个记忆了 应该说 有一点 感觉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 过去一摸 三声时说 我送你一副对联吧 对联说 三世单身狗 因缘莫强求 千年独行侠 毛篇不解愁 横批 全靠双手 这对联是壮哥自己写的 好 再讲讲 望川河与奈河桥 望川河本来也就叫奈河 是丰都城的外围的戒合 就是河界的 所以要过望川河 必经奈河桥 要过奈河桥 必饮梦婆汤 望川河水 血色 就是血黄色 浑浊不堪 传来各种嘶吼跟哭诉 这两边桥下面 里面充满了世间的恩怨情仇 前面有提到说 放不下这些记忆的 被引领的鬼差 直接扔河里 或者被把守奈河桥的 日游神和夜游神琴拿丢到河里 当然也有说刺穿喉咙 反正各种各样 再或者你自己跳下去 也没人拦你 里面有各种蛇虫鼠蚁 撕咬自己的亡魂 西游记里面有一句叫 铜蛇铁狗 认真餐 永坠奈何无出路 有痴情的人 为了记得前世的爱人 不饮梦婆汤 自己跳到望川河 永生永世 就看着自己曾经爱的这个人 每隔数十年 就从此经过一次 每隔数十年 从此经过一次 由于对方不断的 饮过孟婆汤 几世之后 早已把河里面的亡魂 忘得一干二净 桥上与河里的亡魂 都有自己对生死宿命的 无可奈何 所以望川河也叫奈何 河上的桥也叫奈何桥 再讲一个 很多人不知道的 就孟婆汤 也叫忘情水 到底是什么汤 有人说是孟婆茶 这里说的那个茶 跟我平时理解的 那个不太一样 无论是茶或者汤 跟我们现在茶叶泡的 那个就不是一回事 那个时候的茶 是放一大堆东西一起煮 我在浙江的一个小镇里面 喝过就类似的 里面有什么晒干的豆子 然后茶叶 青梅 炒米 冰糖等等 一大堆东西 煮出来是咸的 所以有人说 含一片茶叶去骗孟婆说 要喝汤了 我已经喝过了 这都没有用了 总之就是一大堆东西 放里面煮了 这里面都有什么呢 先说说这汤水 这一锅汤水 就是你这个人 这一世 所有流过的眼泪 不管是开心的 还是伤心的 所有的眼泪 一滴一滴收集起来 所以不是 一大口锅 所有人过来都喝那一锅 是每个人都有单独自己的一锅 另外来人就换 这一大锅 煮的是什么 里面是甘苦辛酸咸 交织成人生的百味 那我们的记忆 这个记忆去哪了呢 是孟婆将它化成一粒种子 种在黄泉路上 瞬间就开出了血红血红的彼岸花 当然这都是传说 再给大家整理一下书本中的文字记载 像玉丽质宝钞 历代词画 还有监狐二级 然后单谦总录 纪元纪索记 无下厌解等等 都有提到 孟婆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查一下 袁柯的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和 英伟成建墙的图说明界鬼神 图说明界鬼神这本书 好像只有香港有一个版本 内地好像没见过 当然各家的记载都非常的凌乱 有很多记载说孟婆是风神 有意思的是 山海经就有一段记载 叫帝女由于江出入必有风雨相随 以其帝女故称孟婆 这个帝是姚帝 所以一看 嫦娥竟是孟婆的姑妈 太特别了 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很奇怪 就民间故事多半都把孟婆 描述成一个老奶奶的形象 但是文献神话典故的记载 多半就是又狗狗又丢丢的爵士美女 爵士大美女 就我自己分析 可能是明清神怪小说盛行的时候 这些小说家在搜集资料的时候 一看 婆这个字 就自然把它归类到老奶奶的行列里 比较公认的 有三种起源的说法 一个说是鸿蒙初开三界化定的时候 孟婆本来就是神仙 之后天界看世人经常凭借前世的记忆 今生来寻仇 月云相报 无止无休 导致人界混乱不堪 就分配孟婆助手明界 清除往生者的记忆 这个说法是比较公认的 所以说孟婆 孟婆的资历在明界 要比阎王蒋子文早了 多少千年 但可以肯定的是 孟婆至少是一个神仙 是个神女 不会是一个老奶奶的形象 第二种是说 孟江女就是枯长城那位 由于前世的记忆撕心裂肺 死后留在明界化身为孟婆 这个一算好像也比阎王早上个上百几百年 这孟江女是秦朝的 这阎王是三国时期和晋朝的 但其实孟江女的故事来源 时间争议本来就很大 除了左传的原型 还有各种各样的版本 故事真正成文的时间 其实已经很晚了 大概是宋元两代的时候 在戏曲中逐渐成型的 所以这个版本比较偏向民间的故事 不在神话体系里面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孟江女的形象 这也是一位大美女 我自己最喜欢的 也是被最多流传的版本 因为这个版本里面 有一些前世今生的纠葛的一些小故事 说西汉时孟家有一女 自幼沉默少语 从小到大只知道捧着 儒道经典默默的言读 当然后来也有说佛经的 但是西汉时佛教还没有传到中国 也可能是有一些灵星的书籍 就偶然获得 总之自我修炼到达了一种 境界就是过去是不思 未来是不想 在村中一直劝善村民 诸恶目作 误杀生授业 十几年之后 父母离世 孤身一人 活到81岁 依然是处子之身 鹤发童年 注意啊 满头白发 是个小女生的面容 依然是美女一个 大家想象一下 各自心目中的女生 18岁的面容 满头白发 应该也很美的 之后呢就自己进山修道 有人问她 爱说 小女孩 你怎么满头都是白发呢 你是从哪里来的 孟婆说 我不记得 她说 你要去哪儿 你以后打算做什么 孟婆说 我也没有想过 只知道自己姓孟 其他都忘了啊 随后呢就自己默默的修行 往生之后呢 来到阎王殿 阎王殿 哇 如此修行啊 正好 明界缺一个抹去轮回记忆的名神 你就留在明界 专私此职吧 就是丰都城外啊 有一条奈何 奈何桥下 有一块女娲娘娘留下的三生石 你就在奈何桥的对岸 开设一个茶摊啊 然后给轮回者喝你煮的孟婆汤 清除她们的记忆 孟婆煮到三生石前 就好奇 自己就摸了一下石头 才恍然大握 得知自己前世的姻缘 原来是女娲娘娘 泥土造人之后 看见人间的恩怨纠葛 悲喜交加 留下了两滴眼泪 落在泥土上 也是经过数千年的日月照耀 两滴眼泪就化成了一男一女 整整九九八十一世的夫妻 到了八十一世的时候 两个人又是青梅竹马的一对 由于是来自女娲娘娘的眼泪 所以两个人天生自带一些灵性 准备成亲之前 就这一世准备成亲之前 男子动入天地大道 就还没来得及 为己通知爱妻 自己就碰白日飞升了 就这个男子虽然得到了 但是自己知道 成人未了 一直在天界默默地关注自己的爱妻 女子不知何故 婚前丈夫人间蒸发了 就夜夜哭泣 最后呢 伤心过度 吐血而亡 死前 明世就立下誓言 下一世做人 过去是不思 未来是不想 只是 不要这些记忆 这些记忆都是痛苦的 经过轮回 这一世投胎到孟家 明世如愿 往生后就留在地府做了名神 男子看自己的妻子在地府做了名神 知道自己的成员已了 但是想到自己两夫妻这些经历 还是不尽的一声叹息 于是首提红线 为天下有情男女结姻缘寇 人称月老 有一个诗 叫上穷必落 月老直红线 定宿命音人 下集黄泉 孟婆 煮农汤 解三世之主 这一集孟婆 就讲到这里 不好意思啊 还没结束 那个忘记给他连起来抽奖了 还是加公众号王壮壮壮壮的小伙伴 抽上一期跟大家说的东八纸书和茶马纸书 两本送给你一个人 好 所有人都喊抽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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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今天谁比较幸运 这个人叫刘商年华 恭喜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说